但是我们所见到的呢 人间的 人间实在讲 现在也不多见 注意将来到大陆上去观光 到故宫啊 注意一下 看看有没有 我到北京呢 因为时间很短促 游故宫啊 只是一天的时间 那个里面太大了 所以里面都没有去看 只是看看外表 没到里面去细看 可是在日本呢 许多大的寺院 有罗王 罗王是用铜丝编织的 用铜丝编织的 它的作用啊 是保护啊 艺术品 因为这个宫殿里面 这个洞梁啊 都是精工雕筑的 怕什么 怕鸟去做屋 那就把这个艺术品损坏了 所以用这个铜丝 做一个网 把它拦住 鸟不能去做屋 这个艺术品呢 也能看得很清楚 从前没有玻璃啊 现在用玻璃 比罗王更漂亮了 是不是 是不是更清楚了 所以在以前呢 用这个罗王 现在在日本呢 有 我到日本去看过 那么网与网之间呢 它细的有铃铛 风一吹的时候就很好听 那么西方极乐世界 当然这更美了 那是我们这里的罗王 乃至于大凡天的天王的罗王 也不能跟他相比 这个罗王啊 编满了虚空 因为网与网当中啊 都吸的有铃铛 这个微风一吹动 铃铛种种 铃发响啊 西方极乐世界 这是阿弥陀佛神力加持 这无情呢 也能说法 他这风吹铃铛的音声呢 他就说法 说的什么法呢 你想听什么法 他就跟你说什么法 这个就妙了 微妙了 那么经上给我们说了一个总纲灵 念佛念法念身 这是你听到法音 自自然然 心啊就归向三宝了 那么此地讲的 念佛念法念身 诸位一定要明了 他真正的含义 佛是倦意 念倦 就是念念倦而不迷 这是念佛 念念念正而不远 这是念法 念念静而不远 这是念身 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白 不是说念佛就想到佛像 就想到经书 想到出家人 那就错了 那全迷了 这个念佛念法念身 要懂得这个意思 所以多念自信三宝 世之无焉怀道见得 西方的景观 使你永远看不厌 永远听不厌 六根借出六层境界 五不是发息充满 这是怀道见得了 就跟前面讲的开神乐体 是一个意思 欲花一庄严 无量相普逊 此二句名庄严 欲功得陈旧 这个欲念去身 不能念欲 欲是个名词 念去身念欲是动词 它的意思是从上面降落下来 是这个意思 这是天空当中 天空当中欲花 欲衣 就转眼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又要晓得 这个空中要是花降落下来 这很美 大家没有问题 如果这一件一件衣服从空中掉下来 这个好难看了 这就是什么 我们现在的人呢 一听说这个一 就认为是这个一 词的这个一 是释迦摩尼佛 三千年前 在印度所讲的 那印度那个时候的一是什么 一块布啊 所以这个一 用现在的话来讲呢 就是旗帜 像过旗一样 旗帜 那布满空中 就很壮严了 就很好看了 如果这个戴袖子 那就很难看了 所以这个一 不是我们今天穿这个衣 是印度人穿这个衣 像我们现在的 批衣 这个袈裟批衣 是一块啊 这个长方形的布 是一个整块的 这就好看了 所以这个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 就是空中飘满了旗帜 那就很美了 所以这个一 是这个意思 这个才显示出空中的庄严 有许多的画 有许多的旗帜 无量相普逊 今天昼夜六十 这个昼夜六十 是把这个古印度 跟我们中国时间单位 合起来讲的 由印度啊 昼夜就是六十 日夜就是六十 他们这个时间单位也很大 白天呢三十 初日分 中日分 后日分 白天就分三个时辰 晚上也分 分这个三个时辰 初夜分 中夜分 后夜分 而我们中国时辰呢 是分十二个时辰 用紫丑 银毛 成寺 无畏 分十二个时辰 现在我们通用的这个时间单位 是二十四个时辰 二十四个单位 这个是西洋人 他们用的 我们现在也采取 他们这个时间单位 所以我们中国人称他做小时 二十四小时 因为他比我们中国时辰小 比印度时辰更小 所以我们在经典上看到 从前这个道场里面 我们下期见